大家好 欢迎来到警团的物理教室 那么由于昨天的影片有点太长了 所以我把昨天的那一个第二节的这个抛射体运动分成两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集了 那么我们昨天我们就停留在了我带你们一起解的平抛运动的题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继续解第二个抛射体运动 也就是所谓的斜抛运动 就是说它有倾斜一个角度抛射出去的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题目 其实这个题目是我设计的 也就是昨天那个影片平抛运动的题目来的 只是我稍微改了一点那个题目 我把我将它的抛射速度变为与水平夹角30度飞出 其他的数据毅力不变 然后我们就带来我就来教你们如何解一个斜抛运动 首先在解斜抛运动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的速度是跟水平有一个夹角的30度飞出去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解这题呢 我教过你们了 只要凡事不是水平跟垂直 垂直来考虑 这两步的完成之后我们才来选择 看我们应该要选择水平方向的呢 还是垂直方向的运动来帮我们解决 求出题目要我们求的东西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一次过大列整体的来看一下整个物体的运动会是怎么进行的 首先有一个物体离地面高0.8米 它以速度3mx-1 也就是速度V 以水平夹30度夹角这样斜抛出去 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它会这样子飞 然后它落地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速度 然后它也要我们求那速度的大小跟方向 所以我们第一步说了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速度分成水平和垂直方向的速度 所以分成一旦分成之后 我这个速度就可以不用画出来了 可以把它插掉了 我整个运动就只剩下这 把它分成水平和垂直方向的速度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水平方向它物体会是怎么运动了 我们先不考虑垂直方向的速度 那么也跟之前平跑一样 水平方向运动我整个物体 它水平方向速度是没有改变的 整个过程中都是以速度VX 也就是3ms一直在向右走 是不会停的 它停的那一个时刻就是它落地的时刻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垂直方向的运动 首先一开始这个物体不同于我们上一个video解的题目 这一次我的垂直方向物体 它是有一个向上的速度的 因为我刚刚我物体是只有一个倾斜角 它会有一个速度分成垂直方向的速度向上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向上的速度 然后同时它会收到一个向下加速度 那么这个情况下物体会怎么运动 它会向上运动 但是它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因为它的加速度方向跟它的速度方向是相反的 我加速度是向下 然后我速度方向是向上 所以我物体会向上运动 但是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到这一步的时候 它速度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vv了 会变得更小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速度 同时它又收到一个向下加速度 所以它还会向上运动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一直到它 打到最高点 它停下来了 我的这个速度 在加速度的作用下 一直慢慢减少减小 一直减小到零 我的这个物体停止下来 它停在这边了 它的垂直方向是没有任何速度了 它就禁止在那边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收了一个向下加速度 我们就知道了 它会进行自由落体 从这个高度 all the way 跌到来底 所以这个是垂直方向运动 好 所以我们已经看了水平和垂直方向运动的情况了 现在我们来正式解题 首先我们想办法求它第一个题目 要我们问的东西 求的东西 它落地的时间 我们知道了 OK 在解它落地时间之前 回到去我们刚刚我提出的第一步 就是我第一步就要把我的速度 分成水平和垂直方向 我说了 我的速度是跟水平方向 水平线有一个30度的夹角了 所以我就要 把它分成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分速度 首先我们的vx 乘这个直角三长形中 这里是30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水平分量会是 我这个速度 3ms-1 再乘上它的这个cos 30度 所以就是 它的速度是3ms-1 它的斜边 乘以cos 30度 你就会算到2.16ms-1 所以它水平的速度分量是2.6ms-1 那么垂直方向呢 就会是3再乘以sin 30度 你就会算到1.5ms-1 所以我求出了x轴和y轴方向的分速度之后 我就可以不用去理这速度了 我的物体会以 我的物体会以水平2.6ms-1的速度向水平走 然后它会以向上1.5ms-1向上跑 所以我就分处理成这样的情况了 就是水平的垂直方向了 做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正式解题了 首先题目第一个要我们求的就是它落地的时间 首先我们跟之前一样我们知道水平方向运动 我们是无法求出它落地时间的 只有垂直方向 它落地的那一刻 它落地的那一刻我运动就结束了 它的那一个时间就是我们整个运动结束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来考虑垂直方向运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运动了 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首先会向上运动到最高点 然后之后all the way 自由落体跌到最低点 跌到地面上 那么它其实是分成两个运动来进行的 一个向上一个向下 分成两个不同运动 一个自由落体 一个是向上达到最高点 那么这两个运动情况 有一些同学会犯一个mystic 就是他们分开来计算 他们首先先计算我向上达到最高点的时间 然后再计算出我从最高点 自由落体跌到最低点的时间 再把这两个时间加起来 但是其实这个算法是可以算到 但是我觉得很麻烦 你们看我们我们看一下 这个类似两个没有关系 一个是向上抛一个是自由落体 类似两个没有关系的运动 其实我们可以一步就把它算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下怎么做 首先垂直垂直坐标系的运算 哦是运算不好是打错字 首先我们知道了我们有三个公式 我教过物理概念不是这样好的学生 把这个三个公式都写完出来 看一下哪一个可以带你解答案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个 位移我们有吗 一开始它在这一点 运动结束之后它在这一点 它总共发生了0.8米位移向下 所以我带负0.8 所以我有位移 要注意啊位移不是路程 虽然我的物体过程中 在运动过程中我向上走了 而向下来这一点就在向下 我的路程是超过0.8米 因为我还向上走 但是你要注意这边的F是位移罢了 不是路程 我位移我纯粹就只是我其实点在这边 结束点在这一边 这两点之间的差别0.8 这个就是我的位移 要非常注意的啊 物理概念不好就分分松会算错了 位移是0.8 -0.8由于它向下走 所以我有它的位移 那么速度呢 垂直方向出速度 我有了是向上1.5ms-1 时间是多少 时间就是我要求的这个时间 加速度呢 我也有向下 所以是-10 诶 你会发现了整个方程式中 我只剩下一个位置数 就是题目要我求的时间 所以这个方程式可以用来 帮我解到题目要我解的东西 那么第二个方程式呢 V平方是什么 我垂直方向到最后 结束那一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 我有没有这个速度 我没有这个速度哦 所以第一步 我就可以立刻知道吧 我没有办法解到这一题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我现在要求的是它落地的时间 但是在第二个方程式之中 是没有时间 这一个东西没有踢的 所以这个方程式 我可以立刻知道 我不能用啦 因为它不能带我解到 那么我看到第三个方程式 第一个V 它来到最低点时候的 墨速度 我有没有吗 也是没有 所以我们也知道 这一个方程式 我们也不能解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 总共有两个位置数 所以我们只能够通过 第一个方程式来带我们解到答案 那么就来解了 首先位移是向下-0.8 知道了 速度是向上 所以我就带震了1.5ms-1 加速度是向下的 所以我带-10 所以我们整理过后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方程式 -5t平方加1.5t加0.8等于0 我按计算机解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就算了 t等于0.58秒 所以就是说 我整个过程中 我经过0.58秒过后 我会经历的向上 再向下来到这一点了 0.58秒 我整个运动过程就结束了 所以我求到了 它落地的时间是0.58秒 所以我求到第一个落地时间 现在我们就来尝试求一下 它落地时 离出发点的水平距离 顾名思义 跟上一个video一样 一看到水平距离 我们知道了 我们只可以用水平运动 来求出它的水平距离 因为在垂直方向 我只是向上向下运动罢了 我根本没有考虑它向左向右运动 所以我不能够用垂直方向来解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水平运动 我们知道了 它一开始它会有一个 它是向右的2.6ms-1的出速度 整个过程中它是没有受影响的 它没有受到外力 它没有外面的加速度 所以整个过程中 它都是保持2.6ms-1不停的向右走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快知道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了 它整个运动过程是经过了0.58秒 所以我们可以立刻用这个公司算出了 就可以计算到 我总共跑了多远向右 X就是它的位移 我的速度是2.6ms-1 我总共经历了0.58秒 我没有加速度随时0 所以我以这个2.6ms-1的速度 经历了0.58秒之后 我总共走了1.5亿米 所以我落地的那一点 离它水平的距离是1.5亿米 所以我也算到了 落地时离触发点水平距离 接下来就来到一个比较难计算的东西的 它落地时候 它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跟上一个video一样 我们知道它一开始以这个速度跑 所以我整个运动会 会是一个这样的运动 它落地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这样 这个方向的摩速度 我要求这个摩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OK 跟上一个video一样 我要求这个摩速度 我就必须要求到它水平的分量 和垂直的摩速度 水平的摩速度和垂直的摩速度 然后我把这两个摩速度 水平和垂直的合起来 我就可以得到它最后的这个摩速度了 然后至于方向 我也建议你们使用方位角之后 我就可以求到它的方向了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们下一步 我们就要算出 它水平和垂直的摩速度 我就可以把它们合起来 算出它的最终速度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怎么求它的水平摩速度 我们知道了它整个过程中 它一开始它会有一个水平的 2.6ms-1的摩速度 的出速度 整个过程中它是不变的 一直到它落地的那一点 它水平的摩速度 都还是保持在2.6ms-1 所以我可以立刻算到 它水平方向的摩速度 就是0.6ms-1 也就是在一开始的出速度 没有变过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计算的就是 它垂直方向的这个摩速度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知道了 在垂直运动过程中 我物体会有一开始是有一个 向上1.5ms-1的出速度 然后我会收到一个向下的 加重力加速度 我整个过程中会向上 然后之后又向下 或者会跌 我要算的是 它跌到最后一刻 落地的那一时刻的时候 它向下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 来这样的计算 同样它经过了两个步骤 但是我们没有的必要 把它分开来算 我们可以一个公司 一个市值就把它计算出来 怎么计算呢 首先我们就来 考虑它垂直坐标系了 同样有三个方程式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带领 哪一个能带领我们计算 首先第一个 位移我有是向下-0.8 出速度-1.5 时间-0.58 1 2 加速度我也有-10 时间-0.58 诶 你会发现这整个市值 我所有位置数都有到完 根本没有的求出东西 而且它也没有默速度 我最后要求的是它向下默速度 它没有V 没有默速度这一个市值 所以这个市值是不能够带我们计算出 我们要的默速度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市值 V平方就是它落地那一点向下这个垂直的默速度 就是我们要求的东西 出速度-1.5 MS-1 加速度-10 MS-2 位移向下-0.8 诶 你们就会发现哦 这个市值能够帮我们解到它的默速度 垂直默速度 那么第三个市值呢 V我们的默速度出速度-1.5 加速度-10 时间-0.58 诶 你会发现哦 这个市值也可以带领我们解到这个默速度哦 所以在这一个三个市值中总共有两个市值可以带领我们解到它的默速度 那么 呃 其实我们要选择哪一个都比较好了 你们 我会建议你们如果在考试的话 当然 当然不用想了 就取最简单的一个也没有平方也没有什么了 但是由于现在是教学 所以我就取比较难的那一个市值来带你们解一次 所以我就使用这个市值来解 默速度我们要求的 它的V平方默速度 也就是它最后向下的Y轴向下的默速度 就是VY'平方-1.5平方出速度 等于2乘加速度-10乘以位移也是向下的-0.8 注意啊 凡是向下就带负 这样你就不会乱了 我给你们的建议 所以我过后我移向一下就可以立刻算出来了 我最后向下 OK 你会发现哦 Y'会有一个平方哦 最后我算出来之后哦 我Y'平方我两边开根号 我会得到正负开根号之后 我VY'我Y轴默速度会得到正负4.27了 那么为什么会带负呢 因为我们知道了它最后的默速度是向下的 我们知道它是向下的 所以我们排除掉正4.27那一个可能 所以它最后的默速度是-4.27mx-1 因为它向下 这点是值得注意的 我也担心了 所以扣你们的分 如果你们没有写的话 所以我们知道了 我这物体来到最低点的时候 它水平的- 我们有它水- 我们- 我们算出来了 它默速度 它水平的默速度 垂直的默速度了 所以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立刻计算出 它这个方向它最终的默速度了 怎么计算呢 首先我们把其中一条平移过去 我们来计算这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它的斜边就是我们最终 这物体最终落地时候的默速度了 所以非常容易通过B4定理 我就可以立刻计算出 我的这个默速度就会是水平的平方 加上垂直的平方再开根号 我就会算到5.22ms-1 是向这个方向的 那么我算出它的大小 那么方向怎么做呢 我刚刚我上一个video已经跟你们说了 我会建议当然有很多种表示方法 我建议你们采取方位角的表达方法 所以方位角就是从这一条北 北条 东南西北 北条就是Y轴正方的这条线 算过来 扫过来这一个角度 首先它扫到来 XO就是第一项线是90度 所以它的方位角就是90度 再加上三角形的这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角度总共有三种球法 sine-1 cosine-1 这里我就采取tg-1 它的对边除上零边 对边就是它垂直 末速度 零边就是它的 呃不呃 对边和 啊对零边 零边就是它的水平末速度 所以tg-1 v' v' y' 除以v' 所以你就会算到90度加dg-1 4.27除以3 你最后就算到150度了 所以我就算到了它最后的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所以总结一下 它落地的时间是0.58秒 它落地时离触发点的水平距离是1.51米 它落地时候速度的大小为4.27米 mx-1 不好是 我又少打一个x-1 然后它落地时速度的方向为方位角145度 所以我们就解了这一题题目了 那么我这里 这四个小题呢 我认为是所有鞋抛运动的题目中 能处的所有题目了 所以只要把这个概念打完 可能我带你们解的过后 你们也自己从头解一遍 打完了之后应该这一个 对你们来说就不是问题了 当然在中国题会有很多不同的问法啦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下一些课后的C题 在课本的C题 我来带你们解过一遍 首先第一个 它说如图 我 我建立一个坐标系之后 我不照这题目念的啦 总共有三个物体 它 我斜 我水平方向水平抛它 平抛它 进行一个平抛运动 总共有ABC ABC这三个轨迹 这三个斜徒就是他们运动轨迹 他问你 这三个小球在空气中运动的时间 和它抛出时间速 它抛出时速度的关系 哪个最大哪个最小 首先他要我们算一下 球出 我在空中运行的时间 和我水平丢出 我一开始水平丢出它的那个出速度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我回到去问你们 我 我整个物体在运动的时间是多少 就是它垂直方向 它落地 自由落地落下来 打到地的那一个时间 就是我整个速度结束的时间 那么我问你们了 水平方向的运动我能不能帮我求出这一个时间 是不能的 我只有通过垂直方向来求出 它整个运动的时间 所以他这一题问你 要我们求出它运动的时间 和它抛出时候 他说的它是水平平抛 抛出的速度关系 你们会发现到 其实这个 这是一个陷阱来的 它的物体整个运动时间 和它水平抛出的速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它只会跟垂直方向的速度 和它下落的高度有关系罢了 所以回答它第一个问题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可能是一个陷阱来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它的运动时间 完全就取决于它垂直方向的速度 和它下落的高度 我说了它是 它听不告诉我们了 它是平抛 所以它是没有垂直方向的速度了 所以对于这ABC三个物体来说 垂直方向速度都一样都是0 所以决定它们落地时 运动时间哪个高哪个低的因素 就只有它们下落的高度罢了 首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B跟C都是从同一点下落的 所以我们知道B跟C的运动时间是一样的 A的下落距离的高度是比B和C低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运动时间B跟C是相等的 然后它们是大过A的落地时间的 因为它们两个的落地的高度 起点的高度是比A高了 所以我们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要回答说 它抛出时候它 它抛出距离跟它水平速度的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了 速度和位移的关系是成这个关系的 所以我们可以立刻从图看出说 我们可以立刻判别知道了 A的时间是最短的 它运动时间是最短 但是它发生的位移却是最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立刻知道了 A的速度是大过B跟C的 然后B跟C在同一点下落 它们运动时间是一样的 B的水平位移比C高 所以我们知道了 它们水平速度 A的速度速度是大过B 然后B是大过C的 所以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题目 它要我们尝试证明 在一个做平抛运动的物体 在任意一个相等的时间间隔 ΔT内 它速度的改变量ΔV都是相同了 然后它的方向都是向下了 首先这一题我提供两个解法 第一个解法我用代数 就是用数字来解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要我们证明的东西是什么 相等时间间隔内ΔT内的速度改变量 它的数学表达是什么 或者我问你 或者我换一个说法 单位时间内速度的改变量是多少 就是ΔT除Δ ΔV除ΔT 单位时间内速度的改变量 你们会发现到 当我把用数学的试试把它写 表达出来之后 ΔV除ΔT是什么 V除T就是加速度 所以它要我们证明的这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加速度来的 还要我们证明加速度 在一个平抛物体中它的加速度都是固定的 方向都是向下 这个是问废话了 在平抛物体它都会一直收到一个向下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 它的值是10ms-2 也就是g 所以我们就证明到了 证明到了这一个听不到我们证明的东西 第二个我采取要用图解法 用数字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有点困难 所以我提供第二个解法我用图来证明给你们看 首先一个物体我做平抛运动 它的运动情况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取当中两点 从这一点经过ΔT之后来到了这一点 来看一下它ΔV是怎样 首先它们这两点的速度个别是这样的 这一点速度是这样 再来到这一点的速度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ΔV到底是不是固定了 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它的速度一个是向这个方向 一个向这个方向 我们怎么来求它ΔV 我们怎么来对这两个速度进行减求它的差值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它们并不是在同一条纸线上面的 它们是有一个角度夹着一个角度了 那么我跟你们说了 凡是有倾斜一个角度的 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硬算的 一律把它分成水平的垂直速度来看待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速度把它分成水平和垂直方向速度 水平和垂直方向速度 来表示 那么这样你们看得出的差别吗 可能现在有一些学生看不出 没关系我们把它平移过来一下 你们就发现到了 它们在水平方向速度是没有改变到的 ΔV为0没有改变到 ΔVx为0 x轴的速度是没有改变到的 唯一改变的就是它们垂直方向的速度 ΔVy有大于0 它是有改变到的 所以唯一改变的就是它垂直方向的ΔV 所以ΔV的改变是相同的 方向是向下 从这一边就看得出来了 其实顾名思义也知道了 因为它不停的收落一个向下加速度 所以它改变的只会是垂直方向的速度 水平方向的速度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所以图解法和数学表达法 看哪一个你们比较能接受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那么 第三题 那么其实 跟着我脚步解的那两个比较难的题目之后 其实会发现到这题对面来说其实是不难的 0.9米高 它落地时候离桌子2.4米 求我离开时候的速度的大小 其实也很容易 首先第一步我要求出它整个运动的时间 我就可以用这个方程式 用考虑它垂直方向 就可以立刻算到了 位移-0.9 初速度是0 加速度是-10 我就可以立刻算到了 我整个运动时间是0.42米 接下来它讲 我落地时候离桌子的水平距离是2.4米 立刻知道 立刻知道了 我考虑水平方向 这个公司 位移2.4米 初速度就是我要求的 经历了0.42秒 加速度为0 立刻算到水平速度为5.71ms 这题我讲的有点快了 因为由于时间也很过了很长了 我还有最后一题要讲 所以我非常快的少过讲这题 而且我相信 对同学来说也不是问题啦 跟着我脚步解那两题之后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认为比较有挑战性的题目了 也就是总复习的 不总复习的 就是我们科学题的最后一题 我认为比较对于 学生来说最有挑战性的题目 它当作有一个喷水池图案 你们必须要去看那个图案啦 不然可能会很难想象 对你们来说 我没有把它奥录下来 首先 它说 这个题目是说 它有一个喷水池 它的喷头以某一个角度 向各个方向都喷水 当水地落在水面的时候 就会在水面上面形成一个圆泉 现在我使喷水喷水头 以一定同样大小的出速度 分别以30度和60度 向各个倾斜角就 转一圈都在喷 向这个角度喷水 也要证明这些水地落在水面上的时候 30度30度喷出跟60度喷出 它这个圆的半径是相等的 它要你证明这个东西 首先 如果说对一些 可能对物理概念有这样好的同学 他们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那么我给你们建议就是 当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 尝试把它的图 把整个题目表达的东西 所问的东西 所讲述的东西 用图来表达出来 把那图画出来 那么它说了 首先 有中间点有一个水地 我个别以一个倾斜角 向各个方向喷出喷出它 所以我各个方向都会有一个速度V 这样喷出它 你要注意啊 这个我只是画 因为由于是2D的 我只能够画到它一个 切面 它的一个横切面 这样切下来 它是一个立体图 它总共整个圆圈360度都在喷水了 由于我这个荧幕是2D的 我只能够画到一个横切面 所以你只会看到这两个方向的速度罢了 OK 所以我中间一开始会有一滴水滴 很多滴水滴啊 个别会以一个倾斜角速度V这样喷出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运动轨迹会是怎样的 这个方向会这样喷出去 那个方向 会是这样喷出去 它的运动轨迹就会是这样喷出来的 喷出来的 然后 这一落地点 这个就是 题目所说的在水面上形成那一个圆了 你要注意它是一个3D的 它360度都在喷 所以它会在这一点这一点之间这样转一圈 都会形成一个圆形 那么你会发现了 当我画出这个图之后 画出它这个大概的那个运动轨迹之后 你会发现了 诶 这一点跟这一点 其实就是我那整个圆的直径来的 就是整个圆的直径 它这一左边的落地的点跟右边的落地点 它们两点之间的距离就是 就是它的直径 那么题目要我们证明 30度和60度时候它的半径相等 那么换句话就是要我们求出 它这个圆形的半径 就是这一端 是相等的 30度和60度的时候 就是它的半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半径是什么 诶你们就会看到 半径其实就是 我出发点到它落地点的距离哦 你们就看到 诶其实它要我们证明的那个所谓的半径 其实就是我这个水滴进行 进行这个鞋抛运动之后 它所发生的水平位移 它水平位移就是它的半 这个形成这个圆的半径了 所以题目其实就是要我们证明 30度倾斜角和60度倾斜角的时候 它这个鞋抛运动轨迹的水平位移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把那么复杂的东西 最后总结了 其实我们只需要证明 30度和60度时候 它所发生的水平位移是相等的 我就证明到这个题目了 所以 当遇到这种题目 一些学生不懂怎么来下笔的时候 尝试把它用图表达出来 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解一些中国题真的是很难的时候 唯有把它画图出来我才能解 当然对这题我脑里面已经是 立刻想玩出L了 所以 首先我们就先从30度开始下手 所以我们要求它的水平位移 首先我们根据之前解的经验知道 我先要求它运动的时间 我们要求运动的时间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必须要 只可以从它的垂直方向下手 垂直方向下手 所以 它用这个攻势 我所发生的位移是多少 我从这一点 向莎菲 然后停了之后 向上飞 停下来 然后再落下来 回到来这一个点 它所发生的位移是多少 诶是0哦 它根本没有发生到位移 要注意啊 只是考虑垂直方向啊 水平方向不要去理它 我上了过后 上了过后 然后又跌下来 它的位移是0 没有发生到任何位移 它水平方向是有发生位移 但是我不要考虑它 要注意 重点的东西我会一直重复 可能你们会觉得有点啰嗦 但是对物理概念不好 我要确保他们一直保持这个 一直 永远都记得这个概念 水平方向 不要去考虑它 我现在我只考虑垂直方向 所以 我的位移是0 出速度是多少 我这个斜向的速度的垂直分量 也就是V 它这个速度在乘上 30度 我向上的那个出速度 V 上30度 再乘上它的时间 会等于加上 加上二分之一加速度 加速度是向下的 所以我带负 负10 是T平方 所以我就可以算到 30度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0.5 0.5V T-5 T平方等于0 我抽取T 出来 我就得到 T等于0 或者 T等于0.1V T等于0 我排除掉 我就算到 它整个过程 从抛出到落地那一点 所经历的时间是0.1 再乘上它的这个速度V 由于它没有给我速度 所以我就用位置数来表达它 所以我知道了 它整个运动 所经历的时间是0.1V 那么我们有了它时间了 我们下一个 我们有了它时间是0.1V 我们下一个就可以立刻求到了 它所发生的水平位移是多少了 所以我们也立刻知道 我可以利用这方程式 我有时间了 我水平位移就等于 它水平的出速度 就是V Cos30度 再乘上它的时间 它时间是多少 0.1V 再加上 它加速度是多少 水平方向是没有加速度的 所以等于0 所以我水平位移就是 VCos30度再乘上0.1V Cos30度就是根号3除2 V 乘以0.1就是1分之1啊 1分之1V 所以 2乘10就是2分5就会变成20 所以我抽出来的 它的水平位移就是 就是根号3除20V平方 有位置数不要去理它 只要我证明到 它60度的时候 它60度的时候 它的位移也会是根号3除20V平方 我就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现在我算了30度 接下来我就要算60度了 所以 它的这个 这个圆的半径就是根号 就是它的水平位移就是根号3除20V平方 现在我就来考虑60度的情况 同样的 求它运动时间 考虑它垂直方向 而不也是讲的有点快 因为影片有点长了 所以 刚刚讲过一遍也是一样的运算的 跟30度 所以我讲的会快一点 就用这个公式 位移0 出速度V 这时候是60度了吧 360度T 加1 2分之1 -10T平方 360度就是根号3除2 所以VT-5T平方等于0 抽取T T等于0 或者T等于根号3除10V 所以我算到了 60度的时候 我经历的时间是根号3除10V 所以我有了它运动时间 我可以求到它的水平位移了 考虑水平方向 好了 位移就是我要求的 出速度就是V 哦 不好意思这里是60度 呃 对不起啊 可能打的有点快 60度 所以 好了 出速度是V360度水平方向 而V60度水平方向 乘以它的时间 根号3除10V 水平方向没有加速度0 所以你就算到 Cos30度 Cos60度就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V 再乘以 根号3除10V 哦 我又写多一个V了 所以分母2乘10就会得到20 所以你就算到 根号3除20V平方 30度的时候 它的半径是根号3除20V平方 60度的时候 60度的时候 它的半径 也是根号3除20V平方 所以我证明了 它60度跟30度的时候 呃 30度和60度的时候 它形成的那个圆的半径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证明到 听不过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证明到了 所以我这一期影片就来到这 这一点 呃 就来到这里了 所以下一 明天我们将会进入了 我认为 是所有曲线运动中 最难理解 我自己当时高一学的时候 也是很难理解 现在才能够完全掌握的 的 项目 就是所谓的圆轴运动了 所以这一期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